好 了解完老百姓和网友的看法 我们再回到眼眸室 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评价一下 对于黄金投资的问题 首先我有一个现场调查 你们俩有没有进行相关的黄金投资 买不多 买了但是不多 对 是吧 你呢 我是因为我本人管黄金ETF 我们就在黄金域 我自己是买了黄金ETF 是必须买还是说是你是看 不是 我是看好 你是看好 我是看好 那刚才我们 因为也是代表一种态度 我管的基金我自己去买 你看现在这个1300美元 你们俩都说呢 这个位置呢 买一点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到底该怎么买 因为就是买的品种很多 你可以到金店去买 对吧 买个金项链或者香药金牙 你也可以买个金店 还有纸黄金 有很多品种 对吧 我们首先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就是说 它完全是投机品种 其实刚才是徐老师说的 那个是投机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比如说买紫黄金 买黄金期货 那个东西不交割的 你就是高抛低吸 然后跟买股票 其实没什么区别的 只不过它变成了黄金而已 另外一种呢 是比较老实的做法 是投资 对冲风险 投资的做法 你比如说 买个金牙 他说买了黄金ETF 我买一点点15斤 那么为什么买这个东西 叫投资了 你多少钱买了 1900 1920 1300 1300的时候买 大概那个时候 大概13001400之间 当时买了 后来买了之后就涨到1900 我也没有抛 为什么呢 它是对冲 我就拿来做个对冲 如果是紫币下行的 黄金价格就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它永远是一个平衡的作用 那么我为什么说 本来买基金 有可能是投资 为什么许先生这个就是投资 他在管的一个黄金ETF 因为他可以随时交割 这才是一种投资的做法 也就是说 你如果买了一个 有一个公司告诉你 你到我这儿来买基金 你永远不能交割的 那个我告诉你 叫做黑风洞 那个是妖怪沉没的地方 不能去的 只有他告诉你 随时可以交割的 那个是比较有保险的地方 所以咱们都属于投资 你知道吗 都属于投资者 对 没有投机 虽然说刚才争了半天 但是夜谭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在推荐你的黄金ETF 从全球的15黄金的投资来看 黄金ETF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我们国内 现在我们作为第一批 推出的黄金ETF来看 第一个 它是我们的央行下属的商 还黄金交易所的黄金 这个是国家信誉的 不是说不会存在 不会存在这个金字参甲 这些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您到 到其他 有些当然不同的渠道 去买不同的黄金 您可能会货币三家 就是哪家最合算 我买的首先是真金 第二个最合算 那我从我们这个黄金ETF的运行的模式来看 我就是把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四个九 就是纯度最高标准的黄金 放在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就可以买卖了 你是一对一 一对一 一颗对一颗 一颗对一颗 我那是百分之百的15黄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门槛多高呢 好多地方门槛很高 我们这门槛很低 一颗就可以卖了 就是267块钱 您就可以买100股 当然我说代码就518880这样的黄金ETF 你买了之后呢 就是刚才亚老师也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背后呢 百分之百对应的 它确切实实和我们的最原始的金价 最接近 就是我称为裸价 就是我们不加任何价格 就是裸价 第二个呢 就是我其实还有一块费用给投资人 就是一块收益给投资人 就是我的黄金的运作的过程中 我租利30%左右 租给下游企业 下工企业 这个利息收入 我全部贴给投资人 我全年的管理费只有0.5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方式 就是我也没有增加 不能再说了 再说变成了 我看你 更大方 打住 不能再介绍了 这个 刚才提到的就是黄金ETF 包括这个黄金的这个纸黄金 都是一种投资方式 其实我想说的是 就是黄金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食物金 它对冲风险的 另外一类呢 是类似于期货市场 它是一个它不是有食物金的 它是一个虚拟的金融产品 虚拟金融产品 那个商品属性是不是更浓 那个 不是那个货币属性是不是更浓 对 那个完全是一种期货产品 我简单介绍一下 国内实际上有三个市场 上海 环境交易所 然后呢 还有期货交易所 当然还有现在增加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ETF 就是说期货交易所 实际上它是一种期货品种 期货品种 我们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当然 投资交易投机都有 就是我们的价格发现功能 各方面都有 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 它也有 就是说延期交割品种 它也有这种杠杆 就是这里面呢 适合多元化投资者 就有投资者有需求 比如它有杠杆需求 比如它有做空需求 比如它有食物需求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个ETF 是标准化的 就实物需求 就是这样子 就是投资人 因为需求也是多元 其实回过头来说 我们再说食物金 你比如说有金银币 有首饰 然后有金条金钉 到底该买哪一个 其实看大家不同的需要 你这个金条金钉 你就是一个最老实的人 就买在那放在那 它中间加付费用是没有的 但是你如果是买首饰的话 请大家注意 现在你比如说 这个交易所的是267块钱 但是在市场上 你如果是买首饰的话 就是每克300多块钱 因为它中间有加工费用 它必须能够 它要雕工和艺术 各方面 还有租店 是吧 你买的是艺术 你买的不是黄金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是从保值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去交易所买 买这个食物的金钉 或者说买这个黄金一天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买的首饰 确实是这个雕工非常好 是这个大师作品 就像景德胜瓷器一样 那它也值钱 那是500年以后了 对不对 那作为文物它是值钱的 是吧 现在关键问题是很难 那金银币的话就非常难说 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的邮票 以前稍微好一点的邮票 然后就大规模的发行 金银币同样也是如此 主要取决于这个央行的信用 如果他说 这是金币值钱的 然后央行大规模的发这个金币 完蛋了 一样完蛋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中国大妈 这个支持国家建设 然后抢购黄金的时候 大部分 听说大部分买的 比如到金店去买 有买这个金钉的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买这个金饰品 那么金饰品 从保值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第一就变现的渠道不太好 另外变现的时候会打折扣的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目前来讲 实际上从全球的数据来看 就是可能有20%到30%的投资人 买黄金 就新增加的这些投资人 是属于这个投资的 投资的我们的建议呢 还是去买这种更容易变现 然后呢 加工费用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说金饰品 它最大的好处 就跟就刚才叶尔说的 给人带来美感 就是给自己送人 然后带来一些 这个这个幸福的感受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才是偏艺术一点 然后真要投资 我觉得还是相对理性一点 去买实物均定 或者刚才我说的ETF 都是很好的形式 就是您如果是金饰品 或者实物均定 因为您想把它变现的时候 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费用 这个呢 也是行业内都是通用的做法 但刚才我说的ETF 实际上您就在证券账户里 就是操作就行了 还是在推荐自己 所以我觉得 你客观一点评价 我客观一点评价 你如果要结婚什么 买点这个金手 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是作为投资用 我建议 这个咱们就直接找到 买金条或者金元宝 买金条或者买金元宝 对 而且最好是交易费用最低的 那些东西 那也就是直接买这些商品 或者说买这个ETF 是交易费用最低的 相对来说是这样子 我这个徐老师在边上 我就不好说ETF了 到时候再说 那实际上对于 如果是这样来判断的话 那个刚才两位也分析了 是几种交易的形式 可能各取所需吧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需求 和这个爱好不一样 投资人是多元 那么现在价格是 1337美元左右 到底是在这个位置上 就可以买 还是说再等一等 比如说跌穿 1300之后 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这个两个怎么评价 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的话 这个部位也不高 但是你如果是特别在以前的话 等一等也无妨 有可能会到1300左右 或者是到跌破1300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区间震荡了 说不定它一探底 一根针就到1250 也有可能 可能是大了 因为金价的判断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它影响因素 要非常多 全球的政治 经济 文化 阳光的操作 实际上我们的建议这样 投资人其实你买的是食物 你比如说今天买一公斤 三年以后还是一公斤 所以我们的建议呢 投资人根据自己的资产状况 可以阶段性的去买 你比如说我每个月 还是把它当做交易品 每个月 不 我每个月买10克 就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一年以后就120克 然后比如每个月买500克 那我想我们 我们是三公斤 就可以提15黄金了 就是说您够三公斤 你可以拿块金钉回家 回去 这样的话也有艺术享受 也做了投资 我是建议呢 投资人其实 真的在1300还是1400 还是1500 去判断一个精确的点位 这个呢 其实也没有人做到 所以我们的建议 从中产气角度来讲 投资人可以把自己的资产配值 选择的加持 就是慢慢 5%到10 我们的建议 你看你们两位是在 我要表扬一下中国大妈 他们是越跌越买 对 人家这个确实是 干涉他的这个分批现仓 对 你看虽然说你们两位呢 在1300美元附近 说黄金可以买达成的一致 但是呢 国际上有两位大师 这个巴菲特和索罗斯 对于黄金价格的 这个走势的预测 是完全相反 怎么说 巴菲特是这样子的 他向来看不上黄金 说实在的 他认为黄金 不能带来任何的增值 也不能使你的财富更加增值 所以他觉得 找到好的公司 好的标的 他真正的创造财富的东西 才是值钱的 黄金不能创造财富 所以他不值钱 这是巴菲特的想法 那索罗斯觉得 可能只要能赚钱 我管你是什么 对 索罗斯 他是一个对冲基金经理 我管你创不创造财富 只要你能让我赚钱 那他就是值钱 刚才叶老师提到这一条 我是比较认同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实际上巴菲特 投资的主要的是股票 主要的是美元资产 我想对美元来讲 最有利的 当然是站在美国角度来讲 是美元最强 资本进入 流入美国 那黄金实际上 跟美元之间 我们知道 都有一定的互相关性 投资人 只有不太相信美元的时候 那我们的购买力 在持续下降的时候 更多的相信黄金 所以我想对他来讲 也是站在一个 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所以巴菲特 是个美元之上主义者 所以他宁可买 以美元作为 标记的股票 去寻找公司 他也不会去买 所谓的硬空货 对 是的 节目回后 还是想请两位 对于普通投资者 如果是对黄金投资 有兴趣 提几条建议 普通投资者黄金 我觉得中国大妈 按照这样的路走下去 如果是跌跌破成本价 分批的建仓 越跌越满 高了之后不要追涨 然后逐渐的建仓 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路子走 就对了 所以是越跌越满 对 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藏金于民 藏金于民 我觉得第一条 普通投资的人 其实对黄金的很多风险 意识并不太充分 譬如像一些过度的杠杆的使用 甚至是截入一些外盘 我觉得我都不太建议的 第二个建议的投资方向 依然是像我们的ETF 像一些实物金定 就是带有实物属性的ETF 对投资人来讲 也非常方便 非常便宜 第三个方面 就是说他 因为家庭财富 其实是投资人的 多年的积累 你如果一次性买入 也是风险比较高的 实际上对投资人来讲 我觉得一种定期的买入 或者跌多了 相当于基金定投 有点像基金定投 就是您实现的方式不同 你比如在证券账户里 我每个月去买几十克 买十克二十克 这样的方式 那累积下来多了 我觉得他能够 刚才我提到的黄金的一些属性 足够能在家庭自然中 配置的作用 也就危险了 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黄金 我说一句题外话 在聊黄金的实物的时候 可能是脱离不开 很多人会去敲一敲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等等股票 那么如果相对应的 股票市场怎么看 黄金板块 股票市场跟黄金的实物市场 是不对应的 不对应 就是说 它每次有一个提前上涨的 大概会提前几年 有一个提前上涨的一个周期 然后它涨了之后 才是实物金涨 实物金涨的时候 股票黄金股基本上是不涨 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我们做过 就是说国内和全球的黄金价格 与股票的联动关系 实际上发现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大多数像 像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黄金的生产企业 它的主要的主攻方向 就放在黄金上 那它对金价的敏感度 实际上是投资的预期 就这个预期呢 就是股价呢 我们倒有意思的 就是稍微有点领先性 稍微有点领先性 幅度来讲呢 就是黄金的波动幅度 要小于股票 就股票的坦性要大一点 因为从直观的经济学角度来是 因为企业它有负债 它有使用的财务杠杆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合理的 我觉得总体有这两点 但是金价好呢 我觉得黄金企业会 会整体表现未来会好 这个呢也是一个 比较确定性的能力 其实股票做的是预期 所以那个你看到黄金 有可能会上涨 黄金的股票肯定是 卖了股票之后 再来买15件 再买黄金 刚好 这是今天讨论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要注意投资的逻辑和节奏 好 谢谢两位 那么今天呢 是对黄金的投资呢 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希望呢 对于我们老百姓关注黄金 包括呢 购买怎样的黄金品种呢 保值增值有一定的帮助